在今天凌晨C罗的一张红牌让很多球迷都感到难过,因为这张直接红牌会让C罗无缘欧冠第三轮客场挑战马连的比赛。 C罗重新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永远是所有球迷们关注的话题,就好像当年的欧冠淘汰赛。 C罗虽然亲手用进球,将自己的老东家淘汰,但是现场红魔的球迷对于离家的孩子回归送上了掌声,和黄马相比,曼联永远是C罗难以割舍的地方。 福克森是不舍得C罗的,但是他知道他需要去到黄马之后,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,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。 所以很多人都替C罗感到可惜,同时觉得木里略夸张的倒地和C罗的犯规动作一点都不匹配,所以邮文图斯应该要上诉的。 就在今天晚上欧足联将会对C罗的红牌进行分析和调查,然后在下周四进行处理,到时候具体是取消红牌,还是继续执行红牌的处罚就知道的。 球迷们看到欧足联的这一决定之后自然也是很开心,毕竟这样一来,C罗就有机会取消红牌从而不影响之后的欧冠比赛了。 这也是巨星效应,如果是其他的普通运动员在这样的比赛中,拿到红牌估计欧足联不会这样兴师动众的还需要进行复盘。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能够进行复盘,就有很大的希望可以取消红牌的处罚。 C罗对于欧冠赛场是很看重的,他也知道邮文图斯给出自己如此高的薪水,为的不是让他可以在联赛中进多少个球或者拿到什么联赛双冠王, 而是为了拿下欧冠的冠军,就好像阿莱格里在之前说到的一样,有了世界最好的球员加盟,现在自己的球队是欧冠的绝对大热门。 可见C罗的加盟给了本世纪,拿了多次亚军的邮文图斯更多的自信,毕竟C罗是被认为欧冠之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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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